前段时间我注意到一个新闻 是关于印度要造芯片这件事 然后我不小心多看了一下 瞬间就被印度的野心震撼到了 没想到他们的芯片策略不仅要和中国竞争 还要打破老美的垄断 典型的赶中超美 大家好,我是熊猫 事情是这样的 2022年9月份时 印度政府联合印度能源巨头瓦达塔和中国富士康签订协议 他们将共同投资一家半导体企业 总金额高达195亿美元 换算成人民币就是上千亿元 在这笔资金的加持下 该核资企业预计在2024年就可以正式运营 本来这个事情也没啥 毕竟中国每年都会有类似的半导体企业成立 金额更大的也有 但是等我看到印度总理莫迪对他的评价后 我瞬间不淡定了 他的评价是 这份协议是加速印度半导体制造雄星非常重要的一步 是的,是用雄星来形容印度的芯片产业 当时我就纳闷了 没听说印度芯片有啥成就啊 怎么就雄星了呢 于是我翻遍了关于印度芯片产业的资料 发现在两个月前 印度塔塔集团的高层也发出过类似的宣言 他说 因为老美的因素 印度很可能成为芯片厂家最终的目的地 很显然 这段话的意思是 印度半导体将取代中国 看到这边我就更好奇了 印度芯片的野心竟然有这么大 于是又翻找了更多的资料 才发现原来是我格局小了 印度半导体不仅要取代中国 还要打破美国的封锁 早在2012年 他们就出了一个电子工业政策 要在未来设立200个电子产业集群 还要创造5000亿美元的产值 这还没完 2018年在中兴和华为被老美制裁时 印度趁机出台芯片战略 而且这个战略的步伐非常激进 不仅要打破美国垄断 还要在2020年实现芯片完全国产化 这项宏伟的战略 让很多国家都非常惊讶 要知道 连我们都不敢轻易谈完全国产化 可印度已经在计划感中超美了 可见他们的野心有多大 很多小伙伴看到这 可能会觉得他们是在喊口号 实际上还真不是 那么问题来了 印度芯片为啥野心这么大 高调宣传又为啥是印度的芯片战略呢 今天我们就来说说 魔幻的印度芯片发展史 印度在芯片发展上 可以用一波三折六暗花面来形容 印度布局半导体产业比较早 在1980年代 印度就创建了国有半导体企业 也有了一定的积累 在那个年代 他们的芯片产业并不比中国差 不过当时印度的经济并不是很好 外汇比较稀缺 所以在半导体发展上就非常的被动 尤其是在1991年全球经济危机时 印度的外汇储备连续缩水 先是在1月份减少至12亿美元 然后在6月份再次减少到6亿美元 外汇储备只能支持印度三周的开支 而且还是最基本的进口物品 印度被逼无奈只能抵押环金 向IMF申请了两次贷款 靠借钱度日的印度 只能优先保证民生和基础工业 有些行业和产品只能被迫停止交易 其中对民生和经济影响最小的芯片 就首当其冲了 于是印度终止了与美日韩等芯片企业的贸易 而这些企业也是被踢得不轻 眼看着挣不到钱 就将资金和技术都弄一块 撤离印度了 印度毫不容易积累起来的芯片制造业 一下子就崩溃了 1998年 印度因为核实验被劳美制裁 很多技术和高科技产品 都被禁止进入印度 虽然这个制裁形同虚设 只维持了一年 但是它的影响依旧还在 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内 印度对外资都充满了敌意 他们不但没有设立政策引进技术 反而制定了贸易政策 保护本土的制造业 希望借此完成初步工业化 许多外资被迫撤出印度 比如2009年时 外企撤资金额就高达30亿美元 2010年涨到了72亿美元 2011年撤资金额更是高达107亿美元 而这些钱有很多 本来都是可以投资到芯片领域的 在这段时间内 印度芯片制造业几乎是停滞的 尤其是电子和芯片产业 几乎都是依赖进口 另外一边 中国则借助改革开放 在制造业超过印度的同时 芯片产业也在加紧布局 到了2012年 印度终于觉醒了 他们猛然发现 再这样下去 印度芯片产业会被中国远远甩在身后 于是他们制定了一个国家电子激励政策 于是印度空心化的芯片产业 才正式启航 此后 这个计划又经过数次升级 目标变得是越来越高 甚至要在未来打破美国垄断 实现完全国产化 说实话 这个目标连中国看了都是只摇头啊 我估计很多小伴也不太理解 为啥印度芯片这么有野心 其实答案很简单 那就是庞大的芯片设计人才 印度芯片制造领域虽然很差 但是他们在软件设计领域上 却阴差阳错地成为了世界强国 大家都知道芯片产业可以分为 设计 制造和封测三个环节 其中芯片设计还可以分为 规格 系统级 前端和后端 四大设计过程 每个过程难度都很大 需要非常专业的软件人才 而印度恰恶就是 全球最大的软件外包国家 不仅占据全球50%的市场份额 而且人才梯队遍布世界各国 具有非常强大的优势 可以说正是这些人 才让印度的信心极度爆棚 大家可能听着有些魔幻 但是他们确实在这方面 有一些资本 这和印度重软轻硬 还和芯片有些关系 这里我们有必要来讲讲 这个故事 印度软件行业 起于1960年代 第一个工程就是 计算机之父科里 当时印度塔塔集团 旗下的咨询公司出现亏损 科里领微寿命 接管塔塔咨询 当时电脑刚刚问世 各个巨头都在开发电脑硬件 印度也在积极布局电脑产业 但是因为工业落后 发达国家太多 所以效果并不明显 而科里在这时 却另PC性 凭借着敏锐的嗅觉 认电软件和硬件 一样重要 而且赛道竞争 对于更加落后的印度来说 并不激烈 于是他果断说服 塔塔集团的高层 往IT软件开发方向发展 由于当时其他国家 确实不怎么重视软件 塔塔凭借低价优质的服务 很快就占领了市场 连美国硅谷的大公司 都成为了他们的客户 就这样印度软件行业 逐渐启蒙 在塔塔之后 一波又一波的印度企业 也走上了软件服务 复制塔塔的成功 但此时的软件 更多是集中在某些企业上 还没成为印度的优势行业 印度软件行业 真正崛起是在1984年 鉴于印度企业 在软件行业的成功 当时对印度总理甘地 非常看好且认同科里的观点 认为软件 它是一个集英语 数学于一身的行业 而印度是除了美国之外 最大的英语国家 其次 印度的数学一直是优势科目 两者高度契合 于是甘地就提出 用电子革命 把印度带入21世纪的发展战略 在此后数十年内 印度制定了一系列政策 从教育培训到企业 以及项目的引进上 来帮助印度企业 发展IT软件产业 甚至连税款和银行贷款方面 也给予了最大的优先权 在这么多政策的支持下 印度软件行业发展的是风生水起 甘地也一直被称为计算机总理 在那段时间里 世界环境出奇的好 美国把中国当作制造业的代工厂 把印度当作软件的外包公司 三者相互配合 一个挣钱 一个挣了工作岗位 一个挣了名声 合作的是相当默契 然而 也有些人批评 印度过分支持软件服务 导致印度的科技企业们 主动放弃难度更高的硬件制造 转向软件研发和服务 一步步将印度制造业 引向了重软轻易的方向 时至今日 以软件服务为代表的 印度服务业相当的发达 很多专家甚至不厌其烦地 劝说印度应该放弃制造业 走服务业的路线 说实话 我也觉得这句话说得很对啊 做做本职服务就好了嘛 干嘛非得和中国竞争呢 但是不管怎么说啊 在国家的引导和支持下 印度在2010年左右 就一跃成为全球软件强国 是当时世界上通过 ISO9000认证软件企业最多的国家 可谓是人才积极 在印度国内 印度理工大学和纳米电子学 英才中心 以及全国大量的培训中心 每年都要往全球输送 非常多的IT人才 硅谷有38%的工程师是印度裔 比中国还多啊 而印度本土也承包了 世界50%的软件外包 印度软件人才 已经渗透到了 大部分的世界级企业中 比如硅谷的科技巨头 和初创企业中 有大量的印度裔高层 甚至是CEO 这些高层和CEO 掌握着非常大的权力 而且中外抱团 不管是管理还是技术上 都非常注重 印度人才梯队的储备 可以说印度裔在世界巨头中 掌握着非常多的资源 在这样的环境下 芯片工程师的数量 自然就不会太少了 根据统计 印度大概有12万名芯片工程师 可以占到全球的20%左右 有着印度硅谷之称的 班加罗尔 作用全球50%的 半导体设计服务公司 全球著名的半导体巨头 几乎都在这儿 设立了研发中心 比如ARM 英特尔 高通 英飞林 菲斯卡尔等等 印度芯片战略的野心 为啥这么大 最大的仪仗 就是这些人才 以及人才背后的资源 说实话 这些资源也让中国都挺羡慕的 可以说印度就像是一个 偏科生的特长生 他有着自己的骄傲 对任何人都觉得可以放手一搏 也正是这样 印度才在2012年 制定了芯片国产化的计划 也就是上面说的 国家电子政策 电子政策的规划 其实相当宏伟 它预计在全国建立 200多个电子产业带 提高电子产业和芯片产业规模等 在2020年 电子产业规模将达到 4000亿美元的营业额 为印度创造2800万个就业岗位 2017年 印度对这个计划升级 并将它分为两大部分 一部分是电子领域的 改良特殊激励计划 还有一个就是芯片的 集成电路制造激励计划 总计投资1.1亿美元 用来推动半导体产业 2018年时 因为老美对我们发起了贸易战 很多半导体企业 制定了中国加异战略 意思就是 在中国之外 在建立一个生产基地 目的是为了分散风险 印度电子工业部 从中看到了希望 果断调整芯片战略 一边高调宣布 自己进军芯片产业 一边加大芯片的投入 他们在每个帮都画了 一大片土地 学习中国设立特大经济特区 专门服务电子产业 在这个经济特区里 可以享受到印度的政策照顾 可以说要土地给土地 要钱给钱 其中芯片 就是主要的复制对象 要知道 印度的土地资约是相当紧缺的 能在每个帮州画出片区 足以见得他们对芯片 是有多么重视 2020年 上天又给了印度一个机会 中国在这一年 爆发了疫情这个黑天鹅 很多跨国企业都受到了 巨大的冲击 美欧日韩趁机改造 世界工业格局 高调宣传 引导自家的企业回流 或者搬出中国 而处于制造业顶端的芯片 自然是主要的对象 而印度又高调地 把口号改成取代中国了 当年5月 他们宣布将成立芯片生产部门 然后又找了很多芯片巨头 比如三星 台积电 英特尔等等企业 只要愿意搬迁 要钱给钱 要土地给土地 要优惠给优惠 同年10月 印度就给了三星显示器工厂 一个巨大的政策激励 2021年 印度再次拿出100亿美元 承诺只要符合条件的 芯片和显示器企业 就可以享受项目成本50%的费用 于是在2022年 就有了富士康和塔塔集团 关于190多亿美元的巨额投入 这次印度又高调宣布 印度的芯片雄星正在加速 你看到没有 印度的芯片野心非常大 而且还非常的高调 如果不是真正的业内人士 很容易被他们炸糊的 一冷一冷的 实际上高调宣传 也是印度芯片战略之一 或者说 他们也是卑逼无奈 在为以前的错误买单 如果不这么做 世界芯片巨头 压根就瞧不上 印度芯片产业 这就不得不说到 印度对国际芯片巨头的 骚操作了 印度制造业那是相当的魔幻 几乎任何一家外企 在他们这发展 都要面临基础设施 官僚主义 贸易保护 以及利益争夺 共四座大山 在芯片领域 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很多企业要么是不让进来 要么进来了 才发现基础条件 实在太差了 再或者地方都选址好了 印度官员却不配合 甚至卡住他们建厂的流程 好不容易工厂开起来了 发现限制实在太多了 压根就不挣钱 很多芯片企业 对印度失去了信任 这可不是我在胡说 而是有实际例子的 我简单列举一些 大家就知道了 先说下贸易保护 早在1980年代 印度打算发展新本半导体 他们考察了许多国家 觉得模仿中国某个神分 走国企带动私企的模式 是最好的选择 于是在1983年时 印度国有企业 半导体制造公司正式成立 时间比台积电还要早 可以说发展的并不算晚 而且他们比中国芯片企业 走得要顺得多了 他们不仅有政府给资金支持 也有军队的大量采购 还和美日等企业有深入的合作 要设备买设备 要技术引进技术 等SCL刚刚站稳脚军时 印度还特别制定了 非常严格的保护政策 他们对某些芯片设备 制定了高达约80%的关税 目的就是给SCL争取发展时间 这些政策保护也让外企非常不爽 但更关键的是 SCL最终也被发展起来 1989年时 SCL被一场大火烧得干干净净净 原因至今都是扑手迷离 有人说是为了掩盖事实 也有人说是骗保险金等等 反正它就是没发展起来 类似的贸易保护 在印度芯片史上非常多 比如1991年 拒绝与发达国家进行芯片贸易 半途地引进政策缺失等等 导致他们错失了非常多 引进芯片巨头的机会 比如在2005年时 英特尔考虑在亚洲建厂 他们考察了中国和印度等几个国家 其中印度还比较占优势 因为当时老美对中国半途地行业 并没有放松限制 所以英特尔一开始考虑的是在印度建厂 甚至将整套光刻设备 都已经运上货船了 但是在行驶的过程中又返航了 原因是印度相关的政策迟迟没有通过 后来英特尔就转投中国 于是我们就这么躺赢了 而美国媒体用中国巨大的胜利 来形容这次投资 印度有这么庞大的设计人才 可惜芯片制造业就是无法实现国产化 终于被迫开始引进技术 很多芯片企业得以在印度建厂 但是他们的基建又开始作妖了 2012年 印度发布国家电子政策后 就有一家国际芯片企业 希望得到印度的投资 而且他们考察了很多地方 终于选择在了卡纳塔克邦 结果花了大量的精力后 这家企业竟然被拒绝了 理由是 废水废渣将影响当地名声 后来被爆是因为没电 听者是不是很魔幻 但确实是这样的 芯片制造是需要消耗 大量电力和水资源的 中芯国际每年需要消耗29亿度电 而台积电每年消耗的电量 更是达到了200亿度 同时台积电每年的耗水量 也高达7000万吨 妥妥的资源吞噬怪 而印度的电力供应 那简直就是庆竹难输啊 看下下面这张图 中国电工见了都得流泪啊 总之印度电力基础设施很落后 各邦又相对独立 电网非常难调配 还经常停电 甚至他们的普通民众都拒绝缴费 更别说让他来供养芯片厂了 因为电力等基础设施 导致芯片投资失败的案例并不少 比如2005年 ARM也因为土地纠纷 芯片制造厂被迫终止投资 2007年 印度理工学院引进了一套光刻机 结果由于机场处理不当 在运输的过程中 设备当场就坏了 可以说 印度基础设施差得 连印度政府都看不下去了 于是他们在2016年 专门成立了一个电子信息技术部 专门负责统筹 规划电子工业的发展 希望能为企业解决类似的问题 然而你以为有了他的支持 芯片企业进入印度 就没有后顾之忧了吗 当然不是了 在骚操作上 他们从来没有让我们失望过 2020年 以色列半导地企业TSD 向印度提交了 申请金元厂建设的意见书 结果9个月过去了 印度至今都还没审批完 反正是也不拒绝 也不同意 TSD气得直接给莫迪写信 要求他们尽快完成审批 否则就不考虑建厂了 类似的事情 在其他公司上也是经常发生 这背后有官员效率问题 有利益集团争夺的问题 非常的魔幻 但是这还不是最魔幻的 在印度对芯片发放大量的补贴后 各种牛鬼蛇神都想出来分一杯羹 连印度的牛粪协会都不放过 他们在2020年 推出了一款号称 可以防辐射的牛粪芯片 他们还煞有其事地召开发布会 介绍这款芯片 比如它是如何预防激战辐射的 它的售价是多少 甚至已经推广到全国数百个养牛厂 还计划以10美元的高价出口到美国 大家听到这是不是觉得特魔幻 以为是哪个邪教出来搞事 其实还真不是 这个协会全称叫 印度全国牛类委员会 是由印度政府在2019年组织成立的 负责保护和发展牛类事业 由于权力特殊 加上牛在印度的特殊地位 即使所有人都知道 牛粪和芯片毫无相关 但是也不能公然贬斥该协会 反而还要哄着他们 当时印度全国媒体进行广泛报道 印度官员为他们站台助威 连印度芯片机构 也不得不派人到现场进行性能测试 全国人民陪着他们演了一场好戏 为啥会如此魔幻呢 很多人可能不太理解 但要是说他能拿到补贴 大家应该就会释怀了 不得不说 利益能使人疯狂 从这里也可以看出 印度国内的芯片产业 到底有多么复杂 各种矛盾和利益冲突 导致很多芯片巨头 对他们望而生畏 相比之下 由于疫情和贸易战的原因 中美日欧韩等国家 都在制定政策和资金 来吸引芯片企业 可以说他们既不缺资金 也不缺任何资源 芯片企业凭啥去一个 连芯片配套都如此之差的国家呢 印度也不傻 自然也知道自己的情况 所以他们就把自己 变得非常高调 在这个世界上 傻子是骗不完的 只要口号喊得响 钱给的足够多 市场足够大 总有人愿意跳进来 至于进来了 能不能挣到钱 挣到钱了 能不能全身而退 当然就是后话了 现在大家理解了 为啥人家那么高调 那么自信了吧 一句话 等着猎物落网呢 好了我是熊猫 看都看到这边了 慢慢给个赞和关注呗 我们下期见